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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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姑娘 这是你今天 在树林子里唱的那曲子吧 叫什么名字 才连曲 你唱的真好听 莲花乱脸色 荤叶杂易香 很美 很美呀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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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冒昧地问一下 段姑娘前往华容市 所为何事 我有个孪生姐姐 很小的时候 因为专门走散了 但是我得到消息 说她就在华容 我便去找她 乱世之中民不聊生 能与失散的家人重逢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李大哥 我真的很羡慕你 有四十八寨 那么大的一个家 要是段姑娘不介意 随时来四十八寨做客 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我早就想好了 去华容时 我会带着他们俩 大家同利生死 无论如何 我都会照顾好他们的 段姑娘真是心如珍珠 玲珑纯洁 有段姑娘这句话 李某就放心了 真巧啊 我最喜欢的 就是珍珠 被报经历长时间的磨练而形成 来之不易 劫白圆满 我先去准备车 李大哥 我 段姑娘 李大哥 我 不瞒你说 虽让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是 我总有一种相识已久的感觉 对 learnt 旴娘心里 旴娘心里已经有情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如我们结为侠侣 你意下如何 段姑娘 我已经年鱼不惑了 闺女都跟你一般年纪 要不是跟你的师兄 同辈论交 托个大 你叫我生疏都不为过 那你就别闹了 我没胡闹 就算你七老八十 我也不在乎 段姑娘 李某原有家事 虽然已经去世多年 但仍然心中难忘 怕是难以接受你这份情谊了 段姑娘 你年纪轻轻 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呢 既然这样 你就当我段九娘一厢情愿 今日 我们俩就此分道扬镳 段姑娘 李某这一路 只把段姑娘当作交心好友 别无他想 今日一别 不知何日再见 李某愿段姑娘一路平安 珍重 忘了 李某你给我出来 缩头乌龟 躲在里边算什么男人啊 这爷们儿你就出来应战 你今天要是不出来 我就不走了 你是谁啊 赶在四十八寨大呼小叫的 李征的名字也是你叫的 瞧你这模样 应该是李征的女儿吧 她跟我提过你 年纪不大脾气倒不小 你到底是谁快说 来此地有何目的 小丫头 说话别那么冲 看起来咱俩差不多的 但是日后啊 恐怕你得叫我一声娘 风云人 你再胡言乱语 休怪我不客气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个不客气 金蓉 住手 李大哥 段姑娘 你为何如此纠缠不清啊 我哪有纠缠不清 我这向您挑战 既然出来了就是应战啊 来啊 出招吧 你为什么不出刀 你是看不起我 还是怕你的难道不败之名不保 好 好 我成全你 你怎么能够必须 让你差一动 你没什么 你看 我手 没什么 你怎么可能 他不是 你怎么能够 啊 我不要你服 李大哥 您刚才那是什么招式啊 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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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必要破你的无风 你给我等着 爹 这女人好奇怪啊 下次她要是再来 我替您打发了她便是 你不是她的对手 她的枯荣手已经连车了 你还是先去找人看看她吧 万一她想不通 做什么傻事呢 她的单独 她的枝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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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地起无风 那我就无风便有风 有风便不无风 我这就去破你的无风 他这是想起了什么吗 难道理争 不过就是徒有虚名罢了 你说谁都行 就是不能说我李大哥 李大哥 教得这么亲密 你是他拼头啊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又怎样 小心 中了我的蝉丝就不要乱动了 那样只会死得更快 蝉丝 你是连肾 正是在下 你以为我段九娘会怕了你的一根小针吗 不用跟他动手 你以为这个棋子通知四十八寨 务必让李正知道端九娘中毒了 我去제八寨 桑 我来 你以为我 an 挤 才是 李大哥 你没事吧 无妨 段姑娘 你为何又去招惹地煞 李大哥 实在 我以为我这次真的没救了 再也没机会 找你拿回珠子了 没想到 你真的来了 还用内力救我 这有何妨 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你对我有情啊 你心里有我啊 李大哥 你跟地煞早有过节 为何还不知道收敛 处处张扬惹火上身 要是我再晚来一刻 你早已葬身 最后说一遍 我跟你之间 绝无可能 我段姑娘是什么人 怎有任人欺负的道理 你又是我什么人 凭什么这么训施我 凭什么这么训施我 这次我只是失了策 日后 就算我横死街头 也不用你理争搭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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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